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今天想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 刚波巴大师四法 那伟大的刚波巴大师 他的故事我待会再说 事实上他就是介绍 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 所以我先想让各位看一部短片 就是印度菩提迦野 也就是贤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所以那这是今天讲座开始 所以我们大家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套 跟开经济 好 一起念 南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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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请看昆德片 刚波巴大师四法 它是属于道次第 也就是所谓的道次第 简直讲step by step the great stage of enlightenment path 所以修行 我们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我很高兴 昨天是介绍静夜三府 今天会介绍刚波巴大师的四法 所以有两天的时间为各位介绍 那刚波巴大师四法到底讲什么呢 简单的就是介绍南传 北传跟藏传三个教法的修持的简介 它是非常精简的 先介绍南传佛教的英文叫 Telavada Buddhism 这是梵文 待会我会介绍 南就是以印度以中心往南 所以泰国斯里兰卡 北叫做Mahayana Buddhism 就是北传佛教 第三个 严格说Vajayana Buddhism 应该叫金刚称佛教 不一定是指藏传 因为金刚称的教法包含着 北印度 布丹 西津 尼泊 还有西藏 青海西康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要叫做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呢 这是指简称 先看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这尊照相非常特别 传说是在西元前一二世纪的时候 由印度阿御王 为了阿御王本身杀了很多人 但是他遇到佛法 以后他忏悔 成为佛门很大的护法 那在护法的当中呢 他想新建佛教 所以他就建了现在印度菩提加爷的叫 Mahabodhi Temple Mahabodhi Temple 他就找了很多考古学家 去找了设例子 还有很多佛像 最后呢 把这尊呢 传说了 传说 因为印度历史都不是很清楚 这尊是梅勒菩萨经手所雕的 梅勒菩萨在上春都在内院之前 他为了感恩佛陀 他用手雕像 所以当时并没有相机 也没有了所谓digital的记录 所以后来这尊佛像就买起来 然后被挖起来 重新清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雕像 非常的庄严 佛陀长得万德庄严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长得像印度人的造型 像印度查比利 还有婆罗门的贵族 佛陀呢 长得不像像东方人 也不像我们德国人 长相是不同 所以在传统上 这尊佛像呢 被视为全世界呢 南传北传藏传 最为尊贵的佛像 然后呢 也有历史文物的这个价值 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好 请看 刚才讲 菩提家也 行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不管我们学任何的教派 我们都要感恩我们的老师 可是这样的想法 我现在感觉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有人先念阿弥陀佛 但是是不念释迦牟尼佛的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极乐净土 也是释迦牟尼佛 亲口为我们宣说的 纵使你可能跟观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有缘 那至于你跟金刚称某一个教派的上师 都非常的有缘 但是他所说的教法 一定会跟佛所说的教法 是不通通的 举个例子 昨天我们介绍 敬业三福 我们希望去极乐净土 你看法杖礼秋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张 左下角 对他右上角 世间自在往 如来发广大愿 所以成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所有净土当中最为殊胜的 那我们若希望我们的愿望 是求生极乐净土 这像是敦煌临终皆一徒 可是我们也应该发愿 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要早日正到独生法人 好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 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红白黄花 简单的讲 白教叫 我也知道尊贵的 十六师大宝宝王 曾经在德国 建了很多中心 在汉堡就会有 我过几天会去参访 那我也知道尊贵的西道法王 也在德国有很多 红白黄花都非常的兴盛 简单讲 藏传佛教也是金刚称 也是佛的正法 而今天介绍的属于是 高玛嘎曲白教 白教的归一镜 中间就叫金刚种石 上面有蒂洛巴 纳洛巴 马尔巴 密勒日巴 到刚波巴大师 那刚波巴大师有很多弟子 其中的第一是大宝法王 独一松前八 就是高玛巴的弟子 好 那今天在白教里面 有三位主持 请看第一位 中间 于且是 他是马尔巴大医师 他呢 懂很多语言 住在西藏 亲自到印度求法 把很多的经文 从印度文 泛文 翻成西藏 的语言 他是一个大医师 就像中国的 纠摩罗舍大师 跟玄庄大师一样 还是他是在家大菩萨 接下来 他把教法传给了很多人 其中最伟大的 左下角叫 密勒日巴 各位大家都知道 密勒日巴是伟大的 这个政务者 还有密勒日巴 正道歌 接下来 密勒日巴也有很多的弟子 其中他传了一个 由在家知识 而传给了出家众 右下角叫 高波巴大师 请专心听这一段 可见 出家众 也是可以为在家 基设学佛法的 在大乘里面讲 我们在家 就是要跟出家 众学佛法 这是大乘的体系 可是在金刚乘里面讲 不论在家出家 只要你是政务 你才有资格 做上师 所以高波巴大师 是拜 密勒日巴 做老师的 所以各位 在座各位 我也知道 有些人对金刚乘 很有兴趣 可是你事实上 容我实说 其实有很多人 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叫金刚乘 金刚乘 并不是说 像我们拿一本金刚经 在家里自己念 你就可以 错 金刚乘 它有它的条件的 请各位翻到四十六页 待会会讲 藏传佛教 灌顶 口传 跟解说 这是四十六页 第二 藏传佛教的条件 所以大乘 有大乘的系统 我刚才说过 不是说你买一部金刚经 或看一部金刚经 奖经在家里就修了 错 金刚乘不是这样修的 金刚乘是要去拜老师 接受灌顶跟口传 跟解说的 所以今天介绍的是 右下讲 刚波巴大师 好 那刚才介绍了 华言三世 接下来再看 请看南传 北传 藏传 请看讲义 第四十元页 首先我们刚才看了 菩提家业的短片 首先要介绍 佛教历史的演变 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佛教 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德国有这么多的大学 大学跟大学之间 有些有共通的地方啊 大学的地方 可要念语言 德文 有些要念英文 有些要念历史 有些要念法律 有人要今天是念基础的 Science 或是Mathematic 所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你会读共通的课程 可是到了三年级 四年级 你会选不同的课程 所以简单讲 你可以写两个字 一个叫Common 一个叫做Uncommon Common 是共通的 Common Subject 一直要共修的 Uncommon 就是不共同的 Topic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现在佛教 会这么多流派呢 可以从这三个体系看 第一个叫做Talabada Buddhism 你可以看到泰国 缅甸 斯里兰卡 对不对 他们的出家人 都是披呢 土黄色的袈裟 而且严格过武不实 而且呢 还要打赤脚 可是现在呢 要机场的时候呢 也是会穿鞋子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会从历史文化 跟教义的发展去了解 第二个 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的人 包括师父 现在穿的衣服 是属于北传佛教 第二个 Mahayana佛地人 包含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等的国家 第三个 是金刚称的佛教 第一个叫南传跟北传 是以印度南北而分 在这里也有人会说 小臣跟大称 没有错 注意听 大小臣不是亲事 不要去辩论 尤其我上学书的人说 Hinanaya Buddhism 就说看清他 不 大小臣是佛说的 是指心量的大小 跟证物的大小 简单说南传佛教 修行最高的证物是阿罗汉 可是大创佛教 是他的心量广大 行菩萨道 最后是成佛果 所以这个呢 在1500年前 龙树菩萨的时候 就已经辩论了 你不用再辩了 我觉得不要介意 我都说几句 师父也受过所需训练 我觉得有些训练呢 有些的辩论呢 是nonsense 你不要去辩 甚至呢 待会可能有些问题啊 好像佛教男女不平等 其实这些都是 很无聊的问题 你要去了解佛教 他本来怎么演变 到了第三个叫 金刚称佛教 严格说不叫藏传佛教 叫金刚称教法 Vajayana Buddha 第一点包含西藏 蒙古 青海 布丹 西津 尼泊尔 跟北印度 所以现在讲藏传佛教 是指西藏为主 你可以看到 佛全球化 全球资讯化 跟科技化 佛教也面临大的挑战 好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比例 为什么会有三层教法 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昨天有来的莲友 今天师父有些重点会重复 希望你不要觉得不耐烦 佛法多听几遍是很好 举一个例子 小朋友问你 爸爸妈妈地球长什么样 他说你看就这样圆圆的啊 就你每天打呢 Basketball啊 或Football啊 那就是圆圆的 小朋友这样问你 假如你的孩子是国中生 爸爸妈妈地球长什么样呢 你可能就会带他去书局 买一个什么呢 地球椅 来看上面 五大洲 我们住的德国在欧洲 欧洲的下面是Switzerland的 再下去是意大利 左边是法国 我很熟啊 我有做功课来的 北欧有多少国家 北欧对不对 你要告诉他 我们是住在五大洲的 欧洲 欧洲的德国 德国 Dustorf 那离汉堡多远 离柏林多远 你是从这个角度为他介绍的 第三个 假如他是一个大学生或研究所 就问教授 请问地球是什么 那你可能要带他去天文台了 金刚乘 南传北传三成教法 就是这样 都是佛的正法 听好 佛是无私的 佛是像镜子一样 佛为什么为众生说呢 答案是你多生多结的 善跟福的因缘不同 有些人就喜欢南传佛教 从戒定会 八正到四圣地十二因缘 很好 他也是圣者 他也会遇到未来的米勒普萨 有些众生 就是大乘的根性 就像我们呢 在座各位 可以说几乎都是大乘的根性 对不对 有些人呢 还是金刚乘的根性 所以不要认为呢 动不动就讲大乘非佛说 你只要棒法 我有时候遇到 泰国斯利兰卡的法师 到现在都讲大乘非佛说 我最后很不客气 又另外跟他讲 你以为你所修的只是正法 那请问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然后呢 台湾 东南亚 首都的教育文化 慈善事业的六度波罗蜜 看佛光山 法谷山 中台山 慈激功德会 会因为你一句话就否定吗 答案不会的 就算你不修阿弥陀佛净土 也不会跟你因为说 你说阿弥陀佛净土是西方太阳神 阿弥陀佛就不度众生的 所以这里写下来 不要用自己凡夫的 我执我见去批评佛法 你觉得你接受这个教法 你就接受 你就因为不接受 你应该留给别人 就像在supermarket一样 你喜欢吃起司 别人不喜欢吃起司 你可以把其他的菜 留给别人去买吗 对不对 这个比喻是很好的 所以接下来再看 显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刚才说过 最殊胜 释迦摩尼佛在金刚乘发愿 所做的功德会增长一百万倍 这个在大乘跟南乘的经文里面是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佛陀知道成佛是很辛苦的 接下来给各位看三张佛教 佛像就知道 你看你到泰国去看到的佛像就是这样 瘦瘦的铜流经的泰国曼谷的释迦摩尼佛 你看中国的圆圆的 中国人喜欢圆嘛 对不对 唐朝明刚实枯 对不对 这是大乘佛法 接下来你看 藏传佛教是拜的这一张 所以你就可以解决很多佛教的疑惑 从历史文化艺术各种角度去完整的理解 波尔波罗明经讲如实之见 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 请看四十六页 那藏传佛教的差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他要灌顶 什么叫灌顶 就是呢 received empowerment face to face face by face from your guru 或spiritual teacher 就是说你要接受一个正式 有灌顶传承合格的人 为什么 有人可能要过外顶嘴 哎呀师父学佛 你切为心照 我有观点跟没有观点 不要执着 我说shut up 你真的闭嘴 你根本搞不种神教金刚证 举个例子 你现在在Dostov 请问Dostov有大学吧 有 好你说我非常多 我把大学一年级跟四年级的书 我全部都会买家看 我全部都读完了 但是我就是不注册 也不去考试 你会毕业吗 很聪明嘛 答案一样 similarly 金刚证的灌顶是说 接受这个灌顶的传承 get the permission 得到你的允许 就像注册一样 你才可以修这个教法 它跟大证不一样 我刚才说 不是拿一个金刚经回去读 你就可以了 大证可以 了解吗 比如说你自己读了法华经 你读了普贤行愿品 你不用啊 口传 因为你在大证的角度 是你见到了法本 其实你就得到了三宝的加持 可是在金刚证不同 为什么他要 maintain the lineage 第二个口传叫 欧罗transmission 就是 念的要魔咒的声音一样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觉得 去念金刚证的法本 念的都念听不懂 没有错 它是西藏的一个语言 传说 西藏的语言 是从文书 施利菩萨的心 所显现的 所以西藏有藏文的传承 第三个很重要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your visualization 而且要接受灌顶以后 口传以后呢 你才会理解说 传统上简单说 比如说你修六十大名咒 Om Ma Ni Pem Me Ho 每个传承 移轨不一样 有些向右转 有人向左转 有人由上往下 有人由下往上 我只是 generalist speaking 那你要问你的上师 这个法本 本尊什么颜色 种子之是什么 怎样观想 所以 金刚证很严格的说 没有接受口传跟灌顶 你不可以读这个法本 为什么 Show your respect to the lineage Show your respect to the text Show your respect to your guru 对你的上师 教法跟传承 显示于真重 金刚证 其实应该不曾翻成 Secret Buddhism I disagree 金刚证不是secret的 应该翻成秘密金刚证 应该用一个 叫performed Buddhism 他深奥到 不是一般众生能理解 举个例子 看我的手心 没事你会把手心给人家看吗 不会吧 你们哪时候会把手心给人家看 算命的时候 看风水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我们手都是抓着拳头的 金刚证是说 他深奥到 不是一般的弟子可以接受 只有在相应的弟子的时候 才会为他做灌顶口传的解说 这才是原来金刚证 那在灌顶跟口传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灌顶要有详细的准备 所以灌顶跟口传 二选一的时候 起码上师会先给你口传 然后告诉你解说 你就可以念咒语 然后慢慢学习 要三个教法 这三个都完整 你才叫做懂金刚证的教法 就像你修六支大明咒 或是圣十一面观音咒 牵手轻眼观世音菩萨 你也是要经过这三个教法的剧组 好 请看 这是十六十七十高猫法 2006年我很高兴参加他的法会 然后他灌四壁观音 在前行观点的时候 最后一天嘛 大家都可以拍照 所以我们伸出镜头拍了一张 这是我这一生拍法王 拍得最庄严的一张照片 各位可以上网 我们现在放在网路上 接下来看 过去现在未来佛 释迦牟尼佛来人间 讲南传北传战传 其实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 过去佛也说 请各位看一下 真间是释迦牟尼佛 猜一猜右边的这个佛是谁 说一说 说说没有关系 看一下 把握时间 你看右边的那尊佛是谁 想得到吗 有三尊嘛 右边那尊 不是 保不保不 还有呢 想一想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右边 不是 我说佛 三是佛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也不是 别的佛是左边 左边这尊 下一尊佛 我倒不是你可能不知道 提醒你 是燃灯佛 你在金刚经理讲 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而受寂 所以在艺术的雕像上 过去佛是燃灯佛 现代佛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佛 很高兴我在印度 尼泊 讲共亨普人不介的寺庙 大概有一层都这么高 铜流经的 过去燃灯佛 所以燃灯佛过去的头上 有一个舍利塔 佛长的都是一样庄严 中间呢 是现在释迦牟尼佛 前面是马尔巴大医师 那不用管 释迦牟尼佛拿个波 有祥摩印 未来佛呢 是弥勒菩萨 所以我们讲天道 或一贯道 其实供养是 当来下身弥勒佛 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以后 他会在印度 同个伏地家园的地点 出现世间成佛 叫龙华树 叫龙华三会 接下来道次第 请看四十六页 中国也有道次第 在中国八宗里面 最有名的叫华言中 就是性解行政 Faith Understanding Action And the Practice 其实中国大乘佛法 是非常殊胜的 可是我只是说 是我们现在的 大乘佛弟子 不太争气 也没有真正很深入 精致 然后也不认真用功 所以其实理解有限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南传佛教比较有次第 Systematically 像清静道论 阿含经 或聚舍论 你会觉得金刚称 遇到很多上师 你都会觉得 他们都很有次第 中国有没有 有 中国华言中就讲 性解行政 那金刚称里面 红牌黄花 今天以白教做举例 他也有 见修行果 View Practice Exune And the Result Result 有些人是讲 Fruit 或Fluation 也可以 所以道次第很重要 那道次第为什么要重要 请你写下来 因为没有道次第的话 你没有办法判别 正邪 真假 你现在可以看到 全世界的佛教 都很多样化 包含传统的 现代的 还有新兴宗教 还有奇奇怪怪的 可是你无法判断 真跟假 你应该以佛 所说的圣言量为主 就像刚才看到 释迦摩尼佛 标像 对不对 三世佛 看右上角 燃灯佛 左上角 持 弥勒佛 那再看 右下角 传统上 释迦摩尼佛 接下来 你要成就 释迦摩尼佛的功德 要修两个法门 一个是慈心三昧 所以右下角 是弥勒菩萨 所以传统上 古代没有一个 不卖弥勒菩萨 尤其在印度 左边呢 是悲心三昧 我特别喜欢 悲心三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 观世音菩萨 都是明朝 以后化女生的 真正的观世音菩萨 是大丈夫相 叫莲花守观音 而且你在法国巴黎 还有亚洲国物馆 还有伦敦 看到的很多都是早期 二三世纪的 莲花守观音 所以你就会想象 说其实我们现在 拜一白衣大士 对不对 离古代是很遥远的演变的 当然你不能说不是 可是他事实上 他是莲花守观音 代表有 弥勒菩萨的 慈心三昧 观音菩萨的 悲心三昧 你才会成就佛陀 请看 东印度 菩提加也 旁边呢 佛讲 妙法莲华经 佛也在这里讲 观五亮朔佛经 佛甚至在这里讲 大波尔经 灵旧山 或许我明天或改天 下次有空 再给大家看 灵秀山的短片 灵旧山呢 佛在这里讲 大乘经论 你看 佛就在这里亲自说法 有无量的僧众都在这里 现在你到这里去了 你还是觉得那是圣地 接下来 日本 南无法隆德克 就是日廉正宗 就在这边建了一个和平佛塔 中间是多宝佛塔 右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日本跟韩国也是大众佛法非常兴盛的国家 这是同流经 从日本运来的 接下来都有机会去香港 请写下来 有个叫香港大雨山旁边一个观音寺 他用五方佛全部是木雕的 然后上面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千佛 很少耶 大家去香港可能就看天坛大佛 旁边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观音寺 我是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一宗观世音菩萨 而跑到这个寺庙 非常的壮观 你看东南西北 五方佛 五方佛我明天会介绍 五方佛是东密跟藏密最重要的结构 所以五个方佛 五方佛代表五种智慧 你看 毗鲁遮纳佛 重重无尽讲华严经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念的不见心愿 是过去现在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诸佛 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来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 所以华严经在中国大称成为精中之王 中国八宗各宗各派都会读华严经 唯事中也读华严经的 所以华严跟法华在中国影响力是非常大 慈激功德会修的就是妙法莲华经 所以从这些历史或图像演变 你会对教义升起更强烈的信心 接下来再看 大概到了七八世纪的时候 从印度传到西藏三尊 中间是迦牟尼佛 右边我本来考你们 我直接跟你讲弥勒菩萨 白色的 左边是莲花守观音 后面是八大菩萨 再看下面一排 最后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再往右边算 过去七佛 我们常常念了很多经 我们都没有想 到底过去七佛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在汤卡或图像里 你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有三十五佛 各位拜的八十八佛参伟文 就是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那为什么三十五佛很重要呢 答案是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都发愿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 不管过去现在未来 因此对他们呢 礼拜忏悔力非常的大 像地藏菩萨也发愿 在无量节以后呢 会在娑婆世界成佛 这些是诸佛菩萨的悲心跟愿力的 接下来看 佛陀大转法轮 请看 中间释迦牟尼佛 这是金刚秤 我拍了一个壁画 右边他拿白色的法罗 左边拿法轮 是地识天跟大凡天王 当佛陀成佛的时候 佛本来是不要讲经的 因为他知道众生呢 听不懂他这么顺身缘起的教法 但地识天跟大凡天王 拿法轮来跪着求佛陀说 佛陀你慈悲吧 你不要忘了你过去是个大悲愿心 请你为无量的众生 阻经说法 所以开始讲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前面有僧邪 僧座 僧文臣后面有无量的大菩萨 也有在家出家的弟子 所以佛讲的教法是无量无边的 好接下来在没有讲正式经文之前 我要补充一些请看印度的吉天菩萨 吉天菩萨是讲人有三种智慧 我们要学习 我先讲中文 大家有换的一篇文会 the wisdom of a listened Buddhist doctrine from the guru or master master also called spiritual teacher 你要教法要从上师去听文 或老师去听文 第二个私会 the wisdom of thinking or say liberating the Buddhist doctrine by yourself 第一个要有老师 第二个要by yourself 所以你要靠自己去努力 就像一个老师上课很认真教数学 可是你说回家不读书的话 考试是还是会考不及格的 sorry this is extra information not in the hand out sorry 第三个修会 the wisdom of the cultivation or say practicing through the meditation and insight 注意meditation是指而已 观是叫insight 我们常常说 我们现在western people 都like the meditation very much 西方人很喜欢meditation 那是他的善根 可是meditation 翻是只有翻成指 真正的观是叫insight 所以完整的英文叫 meditation and insight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要修三种智慧 在吉天菩萨的论典里面讲 文思修 修什么呢 请看 修戒定慧 看 the wisdom of the cultivation can divided into the three parts first of keeping the serious morality 现在佛教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的欲望 外面的诱惑 你叫他来持戒是很难的 这个以后我再讲 第二个要修禅定 practicing under meditation and insight 想修直观 第三个就是increasing two types of wisdom 是指什么呢 请看 请记下来 这两个座记号 我常常会讲世俗地的智慧 跟圣意地的智慧 英文翻的conventional truth 还有一个叫ultimate truth 比如说你会发觉 德国人对于世俗地的智慧 非常的了不起 德国人是欧洲第一个呢 是把全国呢 火车建得最完整的 德国对science,physics,mathematics都非常的强 为什么 那是世俗地的智慧 computer,website都很强 可是我跟你发现 越聪明的越骄傲 越聪明的越emotional critical 对不对 所以聪明并不太有智慧 intelligenc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isdom 佛教讲的wisdom是要呢 through the meditation and insight 所以你要掌握知识不能让你解脱 知识很重要 就像今天跟昨天 师父都是用语言跟幻灯片为各位介绍 可是最重要是你要去实践 所以我昨天讲一句西方人讲 knowledge is power 我不太认同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ll make yourself become more powerful 知识之外还要经验 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要去做 戒定会三个都重要 所以圣异地的智慧 这里面有讲到空性 有讲到无常 有讲二元对立 我明天会介绍 the ultimate truth 好 接下来看 补充资料 在传统上 因为教法非常多 法本有分为广中略 各位可以看英文 然后呢 举方说 中的就是极天入不撒行 我在国外留学2002年回国 回到台湾 由佛陀教育基金会正式邀请我 我花了一整年讲 入菩萨行论 我正式公开介绍南传北传藏传 后来当时呢 因为网络的关系 被邀到新加坡弘法 后来创了金色 所以现在科技呢 都是通过网络弘法 那伟大的极天菩萨是非常了不起 在西藏红白黄刷 佛学院的第一部书 就是要读入菩萨行论 非常的深 非常的了不起 各位也可以上网听我的声音档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那么熟 关于用电脑还有换灯片 所以只有声音档有多 将来还有机会再继续讲 第二个把它缩小 叫佛子行三十七颂 现在很多西藏的法王 包含这世的尊贵的道宝法王 也讲了佛子行三十七颂 我也讲过 再短一点叫修心八颂或修心七颂 你看佛教它可以伸缩的 你要刷到修行的重点 这是把它剪的最短叫修心七颂 修心八颂 这是一切佛法的核心 接下来若往上呢 它还有更详尽的 请看 几天菩萨入菩萨行论 就可以变成刚波八大师四法 今天讲刚波八大师四法 可以说是整个入菩萨行论的浓缩 也有各位大家知道的 皇教伟大的宗科法大师 讲三主要道 对不对 出离心 菩提心跟空性见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不然你想想看 你拿一张纸 写三段话跟四段话 把所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 统统都包含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再把三主要道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性见 把它浓缩 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三规一 伟大的宗科法大师 有贾朝节跟克主节 杰鲁巴跟广论的教法 也在全世界非常的弘扬 台湾很多人也读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 因为它是文书实力的菩萨的化身 很惭愧的跟各位分享 我全部都读完了 对 有些非常的深 好 先看三规一 好 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请看 诸佛正法 甚深重 直至菩提 我归一 以我布施等功德 为力众生 愿成佛 所以你要问我 佛法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寺宗 全部的佛教就在这里 看 我们归一三宝 过去现在 未来的诸佛 佛法身 这里的圣贤身是指 像文书 普贤 观音的大菩萨 像僧文中的 阿罗汉 十大弟子 从我现在开始 直至到我成就 无上阿诺 多罗三秒 三菩提 我都愿意向他 医指而学习 那学习怎么做呢 以我不施等功德 这里的等级 写就是六度波罗蜜 就是这次我要在汉堡 要养长的六度波罗蜜 那我所做的一切功德 要做什么呢 为力一切的众生 愿成佛 所以 道次第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 极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论 再把它升广的话 推展 就是白教的 刚波巴大师 他有一部论 大乘菩提道次第论 我在台湾讲过 还有 黄教的 宗科巴大师 菩提道次第广论 或菩提道次第略论 那我个人是 弘扬白教的教法 那伟大的 宗科巴大师的论点 我也全部都读完 那是每一个 善知识不同 因为宗科巴大师 是文书菩萨的化身 请看四十六页 第十二行 刚波巴大师 是佛在地的时候 有一个叫 三摩帝王经 亲自一个叫 月光童子的菩萨 来视线 而 转世的 那下一堂课 我会讲他的故事 所以 更广的话 就有 无量无边的经论 四弘事愿不是讲 法门 无量 事愿学吗 对不对 好 等一下 我想 时间到这里 先告一个段落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佛陀雪山苦行 佛陀在雪山苦行是六年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看佛陀 一天只吃一粒芝麻 然后喝水 然后呢 他继续活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这尊 佛像的时候 似乎流眼泪了 这是我在印度佛陀佳爷呢 所买的用 佛陀树所雕的 雪山苦行像 佛陀雪山苦行的六年 你想想看 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功过六个月 或六个星期 对不对 所以佛陀是昼月精进的 非常了不起的 那现在想一想 我们来回顾一下 佛陀怎么成佛 有人曾说 佛陀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答案抱歉你 答案不是这样 看佛陀是了悟 缘起信封的正法而成佛 佛陀第一个 大家知道佛的故事里面呢 这魔王派了三位美女来诱惑 可是佛陀如如不动 他说再美的 这是一个骷髅头而已 佛就放光照着他 然后他们就看到丑陋的自己 然后啊的一声就不见了 这代表佛陀生生 降服贪的烦恼 接下来魔王 他很不够甘心 就派了各种恐怖的军队 叫做千玛的军队 各种恐怖的境界来干扰佛陀 当然我现在用的图片是属于南传佛教 佛陀降魔的旁边有个女神 叫尖牢地神 尖牢地神是大菩萨 也是佛陀的护法 其实他不需要护法 佛陀本身就能够降服这些恐怖的幻境 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恐怖的幻境都会不安 可是佛陀表示他降服了身身世世撑的门了 最后魔王非常的更是激动 贪也不能动摇佛陀 称也不能动摇佛陀 最后魔王现在跟释迦莫尼佛一模一样 你看中间打坐的是佛陀 后面是魔王 然后他抓着手 现在你跑不掉了吧 佛陀就说本来就无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就这句波尔波罗蒙的叫法 然后魔王啊的一声就走了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电影叫Little Buddha 由宗萨清者仁波切演的 那他呢 由佛陀传道降服贪嗔痴的 所以一切的幻境呢 要从你内心去调服 佛陀生生世世呢 都是五戒时善很清净 所以最后佛陀阅读弥心 而究竟这梦成佛 但是佛陀成佛的时候 他知道他所体悟的叫法 是非常的深啊 又广大无边 其实刚开始佛陀并没有讲经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讲了以后 别人不但不相信会毁谤 那众生因为不相信毁谤 会依此而造恶业堕入三恶道 所以佛陀只是在打坐而已 进入禅定 可是这时候大犯天王 拿着莲花亲自来供养佛陀 尊贵的佛陀 请你不要忘你过去的悲愿 你无量节生生世世广度众生 众生是很苦的 请你为众生说法吧 所以佛陀接受大犯天王的供养 开始讲经说法 那昨天我有讲过 我只讲重点 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第一个你要学习新的知识或概念 第二检查你旧的观念是正确或不正确 第三个嘴巴光讲没有用 要做实现出 显现出与正见结合的行为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得到解脱 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的联友 你本来就很有善根的 其实你也听过很多善知识开示 但是在第二点跟第三点的地方 希望你能够努力 先看 白教苦咸行愿大法会 这叫做马尔巴密勒日巴 刚波巴大师的所谓的 他们叫做多玛 多玛就是用面粉加上颜色而做的 中贵的马尔巴大医师 把印度的梵文翻成藏文 尊贵的密勒日巴实践为苦行者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的传记 无论中文德文各方面 各位都可以上网买得到 The Life of Milareva 或是The Story of Milareva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刚波巴大师 我现在讲刚波巴大师的故事 请看第46页第12号 刚波巴大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讲三摩帝王经 当时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他就问 所有一切的众生很苦 请问哪一个人愿意在 末法时代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这么一问的结果 没人敢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末法时代众生很难入 所以所有的大菩萨都是静静的 没人敢站起来 只有这位刚波巴大师 当时他叫月光童子 童子就是像善财童子一样 表示不失赤子之心 月光童子站起来 就说佛陀我愿意弘扬佛法 尤其是在末法时代 众生越苦 世界灾难越多 环境越恶利的时候 请求佛陀的慈悲加持我 我愿意末法时代弘扬佛法 所以他就成为所谓 秘勒日法的弟子 所以这些都是大菩萨再来的 好 那这个 刚波巴大师他本身呢 视线在西藏的故事很特别 我现在讲啊 他本身是一个医生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太太 漂亮到呢 是非常的美如天仙像皇后一样 那他也很爱他的太太 可是很不幸的有一天 就是他的太太得了癌症 那成统西藏上 人生病都会祈求上师加持啊 或身体点灯啊 或是做风马旗啊 各种该做的他都做 可是很不幸的呢 他太太呢 一做呢 不但没有好 每天内来越来越恶化 恶化 恶化到呢 瘦如柴骨 这时候啊 他握着他太太的手 他说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说我们也都是虔诚的佛弟子 但是我们却敌不过恶业 看着你这样 我却无能为主 我真的很难过 然后他太太说 没有关系 人呢 就是有生也有死 但是我唯一最放不下的是谁呢 就是你啊 你太帅了 太handsome too smart 我真担心啊 我走了以后 你会爱其他的第二个女人 这是我唯一放不下 你知道刚波发怎么说吗 那时候没有出家 他叫刚波发医生 他是一个医生 他说不 除了上师三宝以外 我爱一切众生 今生的你 我是只爱你这个人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 你若往生以后呢 我一定出家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将来我们还在净土见面 结果他太太说 我就等你这句话 他就断气了 所以回到了刚波发大师 是这样出家的 所以可见呢 各位 我们中国一句话 堪手的堪手的 别堪太久啊 牵手牵手 不要牵太久 夫妻只是个缘 虽然我们要相敬如宾 要珍惜 但情职是很难断的 从刚波发大师 这个故事 所以当他出家以后 他勇猛精进 昼夜精进 学习佛法 学习禅修 修持闭关 最后成为伟大的 刚波发大师 而白教开四大八小的教派 他有很多的弟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 第一是道宝法王 观世宜菩萨的化身 就是刚波发的弟子 所以这些伟大的上师仁波切 其实都是佛菩萨为了 maintain the lineage 就是保持教法而来利益众生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都说我很感动 虽然师父也没有结婚过 可是我觉得他那种强烈的出离心 以及为了利益众生 这是他伟大的地方 所以请看西藏的壁画 米勒日八 进来是刚波发大师 那他的老师是在家的余骑士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到 比丘跟比丘尼 也可以像在家有证悟的上师学佛法 这是符合戒法的 因为在西藏呢 不论在家出家 只要证悟就可以做你的上师 好 现在看44页到45页 这是这次我们演讲的 好 我今天尽量会讲到第二部分 因为我们明天还有点时间 第一个 愿心向道 我都翻成中文跟英文的 请各位看 就是说 我就不用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用念英文 他说 希望你的心啊 真正能走向成佛之道 第二个 接下来 那你的心呢 要安在哪里呢 希望呢 你的心要按照 所佛所说的正道跟利益众生之道 要把心安住在法上 Dharma 第三个 希望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要净化自己所有的烦恼跟疑惑 我们有很多的confusing 或misunderstanding 疑惑要透过修持来净化 最后最殊胜的 转一切的迷惑成为清净空性的智慧 这就是这四句话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像伟大的宗格巴大师 讲的三主要道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性见 这三句就把过去 现在未来的佛法都包含了 包含着很多详细的道次第 因为宗格巴大师是文书菩萨化身 是一切诸佛的老师 同样的刚波巴大师也是在 薛加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这个三摩帝王经的法会上的 月光童子发愿成愿在来 因此在藏传佛教 Gamagaji的所有伟大的老师 都要学这四个 这个是step by step 那当然传统的注解是非常的深 也是古汉文 比方说我这边就有一个四法宝曼 是由藏文本而翻成英文 英文翻成中文的 非常精简 叫做朝向principle 那当然我也读得很欢喜 我是透过现代的科学方法 透过朝圣短片 所以我是依止这个架构 把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 而为各位简介 那今天我们先看愿心向道 好 先看佛陀在东帅内院 一身补处 这是印度的画 他来了人间 以白相而下身人间 佛陀你看 在南传佛教 佛讲师圣地的时候 圣地只看到的是这样 我给各位看南传北传藏传 三张图片 请看南传佛教 可是大乘啊 佛寨华言经是这样 所有的天龙八部 一切的菩萨是这样围绕看着他 再回来看一下 以众生的心量 南传佛教呢 当时看到佛只是一个印度的比丘 身上会放光而已 可是大乘的菩萨呢 看到佛是报生佛 坐在千华台上 如舍纳佛 金刚乘呢 看到的佛是这个样子的 可见是由众生的心啊 而显现不同的 那佛在讲无量的教法里面 第一个 总说就算你要学大乘啊 其实也应该从南传学起 那学金刚乘 你也要有南传跟大乘菩提心 还有南传的基础 所以请看经文46页到47 总说 首先要学习舍离一切财物 学习善恶的分别 就像刚播发大师一样 他是一个医生 医生救了这么多人 可是他却无法救自己的太太 我们人呢 我昨天讲苦啊 才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 为什么 简单的讲 我们有祸 叶 苦 请看 confusing defilement 迷惑 第二个 making the complicated karma equal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最后你必须要接受痛苦 accepting sufferings 我们有时候也说 life is so wonderful 对不对 life is good 韩国叫LG 就是life is good 减显 可是你有言说 life is so difficult to move on 有时候觉得生命呢 是很痛苦的 你觉得要活下去 要为了工作 要付房租 要这么多的税 你也觉得很痛苦 你有时候会讲 life is fantastic 答案是什么 你的心境不同 请写下来 举个例子 人如你今天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呢 早上起来 然后你的太太问你说 老公啊 我要跟你借钱好吗 尤其选在他生日的时候这样 今天是我生日 不要跟我借钱 I'm kidding 你会发现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会说 no problem 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今天开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事都好 可是啊 假如你昨天呢 没有睡好 熬了夜 今天不太高兴 平常呢 太太已经为你煮了 准备最好的sandwich 又是sandwich again 你会觉得 这是你最爱吃的三明治 可是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就看什么都不顺眼 所以你可以考虑 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可是我们不察觉 可是看 货业苦 货业苦 继续又在迷惑 有造业 有受苦 所以我们的心念变化 就像水滴滴入大海一般 我们都不察觉 再看这张我拍的 九寨沟 很漂亮吧 心念如无尽的瀑布 万马奔腾的瀑布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心念 是要去学习跟控制 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管西方教育跟东方教育 我们都教我们知识 教我们经验 可是我们都很少 教我们训练自己的心 佛法伟大的地方在这里 虽然东方文化也有告诉你 儒家道家 要应对做人 可是问题是啊 释迦牟尼佛来啊 一定是教世间学问所没有的 最重要是训练你的心 在藏传佛教呢 我瑜伽师弟论九注心 我也讲过 各位上网 我们的心像瀑布 像河流 像无波的大海 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训练你自己的心 你看我们的心像什么 秦时日多云 偶正雨啊 从初一变化到十五的月亮啊 是不是 其实我们不察觉 我们常常就 哎呀我命很苦 没有错 那有很多原因 答案是你的心念变化 very complicated 所以造了很多苦 请看 祸叶苦 祸叶苦 专心听哦 今天是这一段 愿心向道 最主要是讲这个 其实这个扩展 就是四地 也十二因缘 请看第一个 迷惑 我们众生很迷惑 接下来造恶业 造了恶业 我们就受苦 受了苦不甘心 再迷惑 再迷惑 再造业 好那现在从哪里剪断呢 这三个环 你从哪里剪断 都可以 第一个 先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从中间 所以告诉你 要守戒律 不要造恶业 像飞蛾扑火一样 蛾知道火 是会烫的 可是它很温暖啊 还是飞了呀 所以我们众生 很难控制自己 你会造恶业 知道了 并不代表你 做得到 所以先告诉你 要守戒律 不要造恶业 第二个 告诉你 那受苦 苦来的时候怎么办 一般苦来的时候 就怨天尤人 人家害我 我就害他 人家报复我 我就以牙 还牙 我常常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如人家欺负你呢 你一定说 老娘今天绝对给他拼了 是仇报 非君子 对 我们都会用这些话 告诉我们 是合理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渊渊相报 何时了啊 所以我们在苦来的时候 我们是更苦恨苦 然后呢 很迷惑 为什么要这样 那因为迷惑 所以你就去看三世因果 看神通 看感应 更迷惑 更造业 更造业就受苦 所以佛陀说 这是三类的人 那一般要怎么改 三个都可以改 我先讲中间 就是不要造恶业 什么叫造恶业 我们小朋友呢 我想在德国回家 也是home work do your home work regulary 造业造业 作业作业 举个例子 我今天带各位念 谱贤情愿品 我们是造善业 而不是造恶业 所以你就会生起功德 有利益 了解吗 包含比如说 因为这次的法会 师父先感谢所有的人 包含会长 秘书 还有所有的人 都以欢喜心来帮忙布置 水果 你看我们是在造善业 所以他就会生起功德 第二个 苦来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写下来 苦要转变为大悲心 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很喜欢跟我说 师父啊 我念佛这么久了 休息那么久 怎么我还是得了癌症 观世音菩萨 没有保佑我呢 错了 你这样讲 表示你对佛法 还是不太了解 理解得很浅 会生病 会有一些障碍 是过去你的夜雨烦恼 像大海的海浪 当夜来的 比如说很不幸的 你进了医院 非常你都是医院去看别人 现在呢 很不幸你被送进医院了 然后呢 因为苦啊 你会观察到旁边 其他人比你更苦 有些人呢 是植物人 有人是昏迷了 有人发生车祸了 断腿断手 有人发觉 没有家人来照顾他 所以一看到众生苦的时候 你反而会发大悲怨心 所以你要感谢苦 这就是受苦的时候 不要去抱怨 要以苦而发大悲怨心 这就是观音法 而出胜的地方 观世音菩萨 寻生救苦 接下来最难的是第三个 要学佛法 佛法不是一生学的 生生世世学 你必须要深入境障 修建定会 甚至要很深的禅定 才会在根本上 解除你的迷惑 这个祸叶苦 祸叶苦 三个都应该去 努力的突破 现在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居住的世界 我们住的叫南瞻步洲 这上面是梅勒菩萨 下面是四大天王 我们地球往上 第一层 叫做四大天王 我们在欲界里面 接下来你看六道轮回 那这是西藏的唐卡 六道轮回 就是我们刚刚讲 祸叶苦而形成的 后面最上面的恐怖 那个鬼 脸 其实是代表你的 Evil 你自己的Evil 接下来你看 六道轮回的唐卡里面 上面是三善道 脸 人 天 跟阿修罗 下面是三恶道 严格说 佛菩萨不用住在 六道轮回 佛菩萨是住在净土 那为什么佛菩萨 会到六道轮回呢 因为他的大悲怨心 来度我们 这个是刚才 今天电影大家看过 重庆大祖石窟 看正中间 中间刻一个佛 代表是什么 六道的众生都有佛性 就算你是狗跟猫 你还是有佛性 所以佛教并不像基督教 认为说 所以 动物呢 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佛教认为 No 动物是人去偷胎的 好 我们在天上住过 我们也人间受苦过 我们也在地狱恶鬼受苦过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就像 Traveling around the different country 在不同国家旅游 其实我们也在六道里面 轮回过 搞不好呢 我们过去是也当过在家 出家 也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也可能是酷哥 也可能是辣妹啊 都可能 但是我们都忘记了 但是问题是在这六道轮回里面 不管你怎么轮回 其实你的佛性是没有消失的 只是它被隐藏 好 今天要看 贪称吃 贪是什么 鸡 Chicken 你们各位看过鸡 我看在德国也看不到鸡了 你们都在 有吗 乡下城 鸩吹吹散 鸡是什么 看到什么就 都吃 蛇代表称心 所以各位 学佛要改脾气 你不改的话 来生你会投胎 坐边大蟒蛇的 这是真的 第二个 猪是什么 代表鱼吃 所以贪称吃 贪称吃 左边白色的叫三善道 右边黑的叫三恶道 这扩展就是所谓的十二因缘 所以以一杯水为例子 我昨天讲过 天人看到的是甘露 人间看到的是水 畜生鱼看到的水 就是他的家 恶鬼看到的是污垢的浓泉 地狱是沸腾的热水 为什么同样是一杯水呢 而看到不同 答案的夜跟烦恼习气所显现不同 所以你看 货业苦 货业苦 我们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你还是很迷惑 你还是继续造业 就算现在是旅游旺季 你羡慕全世界人都去吃喝玩乐 可是吃喝玩乐玩 回来都造了很多恶业而受苦 接下来再看 货业苦 为什么 因为他造业心不安满 他为什么会受苦呢 他对佛法不坚定 对不对 他为什么会迷惑呢 因为他不愿意听闻佛法 不了悟正法需要啊 接下来再看 你因为心不安是内的因 外呢 你又不愿意学正法 内呢 你又信心不具足 当然你就没有智慧啊 就不会有结果 你所求当然就不会反你的愿望 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三善道 三善道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是人 请看左下角就是人间 中间是天道 没了佛上 右边是阿修罗 再看三恶道 三恶道里面 我们人间看得到的是右边 畜生 因为我们人的业 跟那个畜生道的这个业 是比较近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过医学 诸结果呢 它内脏的结构 几乎跟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人间里面 是只看到了畜生道的众生 那地狱跟恶鬼的出生 你要永远才可以看得到它